接下來問一問你們 你們過討論選舉之後 印堂少女303的隊長是 新男一高 這裡要正式地宣布 史琳娜一高成為了我們 印堂少女303的隊長 恭喜 我跟你講你們在表演的時候 有一個男生 我不是喊你們女孩子啊 喊你們那個聲音非常的大 然後再來 新男一高 新男一高 這個聲音非常的震撼 來 接下來各位隊長 好好地發表一下自己的隊長先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印堂少女33的隊長 新男一高 首先隊長年輕可以答應這個 這個 這個隊長的 剛剛大家有點生疏慢了 對 新的隊長 然後 這是個小白 然後也感謝 我的隊友們 隊友們 謝謝 其實我認為隊長 所謂這個隊長稱號 他做什麼特殊 他其實就是做了一份職責 和一份擔當 我也是第一次隊長 我還有很多需要向前輩們 還有隊友學習 那麼當然我一定會盡全力去做到 這個職責 這個職責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職責 然後 我也希望 像我以前說 想當職責三當一樣 可以在你需要能量的時候 可以為你們加油打擊 那麼這個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 所以 我很盡興 我要你們陪著我一起 接下來帶兩天 大家一起加油 然後我們 携手 七個動力 携手 一起 印堂定律 進行動 謝謝 謝謝 謝謝這次跳板 要帶著大家 在事業當中 跳板式的方式 跟大家 揮發更多的好成績 那接下來 各位隊長 我們就從你開始跟大家來公共結果 好不好 剛才說到 我們有了 很多新的決定對不對 來跟大家一一來宣布 好 那麼我們給我們的粉絲們上課口 我們的粉絲名就是 唐紙 要來個位子 我們 印堂上有三列單的粉絲名叫做 唐紙 唐紙在哪裡 坐在這一邊 其實在屏幕上 有很多的唐紙 好 接下來 唐紙才有口號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一起喊出我們的 口號 一二三 萬象光芒不一般 印堂少女303 是的 屬於印堂少女303的一人口號 也來到 萬象光芒不一般 印堂少女303 我看